上文书说到兄妹相风啊 翠兰坐在车上正在掉眼泪 他不明白吗 说是这个所谓的舅舅把他给带走 真去找哥哥给爹娘报仇 是真是假呢 姑娘在想 在半路上看见哥哥杨子荣 姑娘 没等这车站住 就从车上跳下来 扑到哥哥的怀里 兄妹一见面 那能不说吗 翠兰把这事一说 说了几句 就叫子荣给拦住了 为什么 杨子荣已经得到这个消息了 爹娘叫地主杨的头给害 听见这个信 他在外面做工 连工钱都没算 一口气就跑回来 子荣的那脾气 他那倔强的性格 非给爹妈报仇不解 他早就跟着杨大头 这路人呢 气得子荣 眼睛都红了 可是子荣觉得奇怪 怎么 我妹妹怎么到这儿来呢 他抬起头来 看了看 方才那个赶车的 哎 这赶车的怎么没了 不但赶车的没了 连他那所谓的那教教都不见影了 怎么呢 钻了 装个地了 这小子早溜了 一瞧子荣 变神气 呵 我老爷 杨子荣 在村里边都出了名了 他是七强扶弱的手啊 你越强横不是吗 他还越不怕你 你越软弱呀 他就是拼出性命来 帮助你 是这么个人 谁惹他呀 要是一盘问 不留神说出实话来 我打算把你妹妹给卖了 那他还不拿石头 把我给砸在这儿啊 所以这个坏蛋不能不溜了 翠兰 把事情一说 子荣啊 一摆手 小妹 别说了 我都知道 我这次回家来 就是给爹妈报仇来 我找这杨大头算账 翠兰一听 大瞪着两眼 望着哥哥的脸啊 哥哥 那怎么能行啊 你能找他吗 咱斗不起他呀 杨大头 家里头养着枪 还有好些个打手 我不管他有什么 走 你跟我先找个地方存起身 到哪存身去 家是不能回了 根本也没有家了 子荣有个最好的朋友 一家子也姓杨 叫杨四铁 是个当长工的 离他们住这村呢 无理多地 子荣就把妹妹翠兰 带到四铁家来 跟四铁这么一说 那四铁像亲哥哥那样 对待翠兰呢 就把他留在这儿吧 其实四铁家里也非常困难 不管怎么困难 绝不能叫他们把小妹给卖了 有我一口吃的 就有妹妹半口 一晚上的功夫 四铁啊 劝子荣啊 劝他什么 你可千万别闯祸 不行啊 把这口气啊 先吞到肚子里边吧 等着有朝一天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一定给咱爹娘报仇 可有一样 现在不行啊 养着头家里头修着炮楼呢 养枪养马 养着打手 三村武店的 周围的这些个邻居 谁不怕的 都处的 是敢怒不敢言啊 我明白 明白什么呢 早晚有一天 准有人替咱们穷哥们出气 替咱穷哥们报仇 你就耐着点吧 子荣一句话也不说 紧咬着牙棍 嘴唇绷得紧紧的 他坐的那样 像个铁人一样 握紧了双拳 不吭声 不知道这话 他听明白了 没听明白 一晚上时间过去了 第二天真不错 看来子荣啊 是听了四铁大哥的话 哪儿也没去 就在家里头待着 一晃就五天过去 第六天的头上 子荣不见面 诶 四铁吓坏了 不是出去报仇去了 找一找 他一找 家里头的东西 铁器 有一把劈柴的斧子不见 哎呀 这还了得 有心把这个事告诉翠兰吧 怕姑娘跟着担心 你说不告诉 四铁也放心不下 子荣要有点意外怎么办 正在这时候 翠兰从门外进来 大哥 哎 小妹 我哥哥呢 啊 他 他出去了 打柴过去 用这么一句话 给掩盖过去 四铁马上 出了家 就到外边来找 他来找来了 找不着 怎么呢 子荣 果然 回了杨家庄 他在杨家庄的后边 一个树林子里 爬了半天 就在这树林子里头藏着 没露面 天黑一大后 他从这树林里出来 来到了杨大头的后院墙外边 有一棵老高的树 他盘着这个桑树上来 一把墙头一裹身 挺利索 悄悄的 从杨大头的后院墙 跳下来 逼了这斧子 他就往里走 他找大头 找了半天 也没找着 因为什么这小子房子多 前三层 后五层 东西画院 这家伙这么多的房子 你知道 他在哪间屋子里头待着 子荣着急 找不着他这么办 他又不能赚的时间太大了 因为杨大头家里头晚上有熊羹的 看见也是麻烦 报不了仇 相反到遭了地主的毒手 想到这儿 哎 有主意 子荣一转身 顺着这个旧路 他又翻回来 来到了这后腿院 那后腿院 他来时候就看见了 一个大柴草洞 大骨子堕呀 骨碎全都隔下去了 呵 老高啊 有多少千捆 干脆 就这个吧 对啊 杨子荣 找着引火之物 砰的下子 一把火 就把那骨朵给点起来了 呼 这种烧啊 那火呀 金蛇乱窜 晚上起了风了 风吹着火走 火带着风行 烧着杨大头 在家里都是嘎巴嘎巴直响啊 杨大头拼着那老命 喊救火 村子里边的农民们都看见了 可是没有一个到这来的 为什么呢 大家伙恨还恨不过来呢 烧吧 小子 你那心都黑了 哪块砖 哪块瓦是你的 嗯 我们穷人的血都叫你给吸干了 你家着了火了 这是遭了报 烧吧 呼阳大头派人喊啊 喊什么呢 谁能帮着救救火 我就给他二百块现代药 从二百涨到三百 三百涨到四百 一劲往上涨价钱 他算计重赏之下有勇夫啊 和他手底下这些人 那些狗腿子 还真卖命 照到火堂里去救去 一个个烧的呀 眉眉也焦了 眼睛毛也没了 头发也卷了 火也没救的怎么样 烧了半腊 把院子 把老家伙给烧得坐在地下那儿 呜呜的哭 他老婆也拼着命的直喊直叫 扬得头纳闷 嘿 这真是啊 我家怎么能着了火了呢 哎呀 就是啊 这穷人呢 这穷人呢 动我一颗骨子 苗也不行 所以我就把这些骨子全都弄到后腿儿来了 哦 大概横是这骨子是太干了 有的呢 那骨碎还没有 噶下来 就全都在上边呢 这件可好 都完了 哦 老家伙哭着哭着 两只狼眼一转悠 甭问呐 这是有人找我的别扭吗 这是谁跟我有仇 穷小子们恨我恨极了 给我来把火 对 那是谁呢 他姐张就猜到李家 李家猜到王家 这一个村里边 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穷苦农民 都有嫌疑 猜来猜去呀 这小子就猜在杨子荣身上来 对了 大概是他 因为什么呢 我听人说了 他把他妹妹给救了走了 甭问呐 这小子心里头不痛快 一定晚上到这来了一把火呀 给我找 他接交上官府人了 跟官府人咱们一说 官家派出来了警察 室外这么找 找来找去 那还有个碰不上吗 正碰上 子荣在那盒卖功夫 叫他们给抓了 问 杨子荣啊 骂什么 骂什么呢 你杨大头太坏了 我爹娘叫你活活的给欺负死了 我们家的老牛叫你给牵走了 我们家的吉姆弟叫你给没收了 你把我妹妹给赶出去 你这么欺负人 现在你家着了火了 你找得着我吗 根本就不是我办的 哦 你不承认哪 给我吊起来 吊起来 把子荣好打一顿 杨子荣一声没吭 哎呦一声啊 没有 真是恨骨头 地主杨的头 咬牙切齿 跺脚垂胸 呵 好啊 我看看究竟是你的骨头硬 还是我的鞭子硬 把刀给我拿来 我把它宰了 这小子伸手抄起把刀子来 罩着子荣 就是一刀 这一刀一砍 不是吗 旁边有人劝他 啊 踩住 这一叫他 杨大头手腕子一发酸 这一刀砍歪歪了 真砍的子荣啊 这个左肩膀子上边一点 砰 砍了一刀 要砍正了 子荣这样就没命了 他停住都回头看 干什么 他管事过来给他出主意 财主 您别把他砍死 您要把他砍死 看来挺痛快 可有一样 您问不出口功来了 嗯 对对对 我留着他 来人呢 把他给我吊到后院 那槐树上去 财主 别往槐树上吊 怎么了 槐树啊 都烧了 嗯 哦 对啊 我忘了 弄几个大猪肝子 栽在后边 绑个小架子 把他给我吊到上头 好 弄几颗猪肝子 把子荣给吊到后腿 来人呢 去 找他那妹妹去 这老家伙还没死心 是啊 我把那人卖了 就我挨的这些子烧 怎么也能够 填补填补 这小子 要不怎么说骨头都黑了 他还算计人呢 把子荣调到了后边 耳钉下夜两点多钟 从墙头外 一翻身 上来的一个人 这个人 瞪着明亮亮的眼睛 往寺外看 龙眼神瞧 侧耳听 确信没什么动静 他才顺着墙头上下来 一点点走到了 子荣的跟前 滴滴的声音 叫了两声 子荣兄弟 子荣兄弟 没有回音啊 子荣正在昏迷不醒 他把这几颗竹竿子 轻轻用手这么一拉 慢慢的 把子荣放下来 解开了绑绳 看 雪淋淋的一个人 这主差点把眼泪掉下来 忍住了眼泪 咬紧了牙关 把子荣背到了自己的背上 从杨的头家里给救出来 救人的是谁 不是旁人 正是子荣的好友杨四铁 藏到了个底洞子里边 给子荣养着伤 等杨子荣伤可养好了 杨四铁掉着眼泪劝 兄弟 你想报仇 你可应该知道 这仇不单是你一个人的 这里边还有我的 还有咱们许许多多穷哥们的仇 兄弟 你是个有出息的人 我看 忍气吞声 你走吧 不然早晚 杨大头就要了你的命 有个好歹 爹娘的仇没人报 小妹也得叫人欺负 你不得相信 你走之后 你放心 带着这么大的个姑娘 上外边去创当 很不方便 把小妹撩到我家吧 我就像带亲妹妹那样 带她 因为我从小爹妈死得早 你的父亲母亲就像我爹娘一样 拉拔过我 把我给救到家里去 养了我几年 才养活了我的命 越说这个 子荣越难过 好吧 大哥 我听你的 我走 不过现在你不能走 弄点草药 再把伤治之 过了有两个多月 子荣伤痕好了 和妹妹和四铁大哥 撒泪而别 从此杨子荣就流浪四方 抗日战争爆发 他得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什么消息 八路军开进了杨家庄 子荣啊 不顾一切了 返回了顾销 来到家里 和四铁见了面 再看四铁 容光焕发呀 妹妹 也非常精神 哎呀 子荣啊 可把你盼回来 就等着你了 咱们一块 斗羊的头 斗倒地主羊的头 有打那天起 子荣带着小妹翠兰 一起参了军 到了部队上 在这革命的大家庭里 处处都是温暖的 子荣啊 周围有这么多的亲人 杨子荣 就到侦察班工作 当上一个侦察员 从那时候起 他就认识了 邵建波同志 建波同志才十几岁 跟着姐姐 在部队上 剧团工作 经常演戏 子荣也经常看 后来呢 就和这位年轻的首长 生活在一起了 那么这一次啊 杨子荣领到这个特别任务之后 他看完了马 回到了他的屋子里 手扶着这块伤疤 想起来了往事 多少年来 埋藏在心头 这里面 有恩 有恨 说恩呢 那就是 党和人民的军队 把自己 培养成人了 有恨 恨天下 所有的 反动阶级 地主啊 恶败 官流啊 这里边也包括着 老匪座山雕 和这伙子 藏在临海雪原 深处的肥棍 要不把他们消灭的干干净净 老百姓怎么能过太平的日子呢 越想着 子荣心情 越觉得激动 第二天一早晨起来 小分队 在203首长带领下 开始练兵 就不见子荣了 战士们呢 也没好打听 梁排长怎么不见面啊 203首长 跟大家一起 练这个滑雪 不单练滑雪 还训练加培钩的民兵 把群众武装起来 保卫自己 这一练滑雪呀 哼 滑雪里边有两个教练官呢 一个是 这个神枪猎手 李永奇 还有一个就是英雄好汉的刘勋苍 他们两个人负责 203首长和每个战士一样 跌倒再爬起来 苦练 刘勋苍要求203首长是非常严格 有时候单单的给203首长一个人下小操 203首长对自己呢 要求的也是特别严谷 一丝不够 如果不把滑雪这门技术完全掌握了 就不可能在这林海雪园里边活动 就要把他练好了 学会这身本领 正像203首长说的那样 就像把林海雪园变成大海了 他们呢 像无数只的航行轮船一样 可以在里面横行无阻 那多好啊 把林海雪园变天空 这些位英雄们就像飞机似的 在里边随意的飞翔 一连三天的时间 杨子荣啊 在这三天的时间内 他是抓紧了一切的机会来练习 排演啊 从行动坐卧 一举一动 言谈话语 呼 就练开了 这统练呢 练得滚瓜烂熟 自己自认 没有什么漏洞可挑了 比较放心了 单单准备好的一套衣服 什么衣服 火葫芦皮的大皮帽子 火葫芦皮掉领子 光板长身老式的一件皮啊衣 这项要把他穿在身上 那镜头就足了 他不是准备齐全 这天晚上来向二零三辞别 再一次的两个人长谈几个小时啊 子荣把首长 每一句话都牢牢的记在心上 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呢 二零三首长叫子荣 在走的时候 在这一路上 必须要留一个记号 不是说在每一棵树上 就是你去的方向 另外你到了之后 必须有信给我 我派孙达德同志把信取回来 初步定的日子 哪天攻威虎山 就是老匪坐山雕 百姬宴那天 后着他的六十整寿 咱们是理应外合 把匪仇是一举签命 可是要走了 子荣啊 此行不俗啊 一定要记住 要抓住孙悟空 得比孙悟空的道也大 要打狐狸 得比他的道德多 二零三首长 请你放心吧 好 我不会使你孤立 那我就要起身了 子荣 辞别二零三 悄悄的 拉着马 离开夹皮沟 二零三送一程又一程 后边的警卫员紧跟着 送出了夹皮沟的东山口 站到山坡上 子荣回头一笑 首长 不要再送了 请回去吧 注意身体 我 你不用惦记 主要是你呀 二零三首长 我向你再一次的保证 我保证完成 这次任务 好 威虎 威虎山 再见 威虎山 会师 两个人握手之后 子荣一转身 二零三望着 杨排长的背影 真是爱呀 非常高兴 瞧着子荣走远了 他抬起手来 在马的后胯上 刘排长 给了这马 一巴掌 这匹铁叶青 呼 温楼楼一叫 往前跑出去 有两件多地 子荣 高了性了 摆两个手指头 往嘴里头 这么一喊 地声呼哨 这儿这么一叫 这马一掉头 又跑回来了 用这马脑袋呀 在子荣的胸前 是晃过来晃过去 使这马头只拱他 杨排长乐 哈哈哈哈 清儿 好极了 记住 就这样 我随时叫你 随时到我的跟前来 这马的左前蹄 在山坡道上 踏踏 跑了这么两下 这意思是 大概是向子荣 表示态度呢 请放心吧 绝对错不了 我一定是顶力相助 走嘞 骑上马 就走下去了 走一段路 从马上跳下来 瞧瞧自己来的方向 就在一棵白花树上 砍 用刀一刀 砍 炫下来 火柴盒大小 那么一块树皮 做个技巧 每隔二十来棵树 十五六棵树 就得留这么一块技巧 就这样 一路就这么走 等到晚上啊 住在哪啊 就只能住在大树林子里 有的地方 有的地方有树洞 有的地方没有树洞 怎么办 就把这雪啊 捧起这么一个雪墙来 白马拴好 自己带着的那个刨皮 往地上这么一扑 往那上一躺 拿这个雪墙避风 就在这盒睡一夜 到微虎山 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到了 就这么样走着 饿了呢 吃口干粮 带着的饭团子 渴了没有水 暗凉把雪 草料袋子 让马拖着 马饿了 喂喂他 就这样 一路上 子荣也没闲着 抓紧一切空隙时间 还是继续练功夫 练土匪的黑话 有问得有答 这么走越走越 接近微虎山 马上就要用上了 从上马那时候起 杨排长再不拿自己 当杨子荣了 就是彻头彻尾的 匪徒胡彪啊 所以他在这一路上 是连喊带叫 连唱带闹 什么味都有 邪腔怪调 一会儿他把马撒出去 撒出老远 一声口哨 白马又给吹回来了 有时候他把马扔了 不管 他藏起来 叫着轻 他把马扔的名字 打着口哨 让这马来找他 不知道的 你这么一看 在树林子里头 出现了一个疯子 他一会儿这样 一会儿那样 走着走着呢 子荣在马上往对面看 前面发现了一片小树林子 这树林子和他走过的树林不一样 刀斩死骑 四四方方 一棵树离一棵树的距离有四尺多远 看来 看来这个地方不是天然的树木 好像经过人工的修饰 这树长得都那么直溜溜的 他伸手把缰绳抓住 这把气 王后退了几步 为什么子荣不往前走了 看这片树林子 怎么这么眼熟呢 哦 他马上迹想起来 在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上 曾经标志着这片树林 看到这片树林 也正像是首长当初指出来的那样 你已经接近了微虎山 这片树林子